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是第29屆金像獎頒獎典禮 真的要恭喜小熊姐為英雄 由於她是第一屆影后 今年已經是第29屆 28年之後她再一次重奪這個獎項 令她來說真是非常開心 拿完這個影后獎 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她在台上的一支謝池都感動了很多人 接下來她有什麼新的目標呢? 原來她希望可以拿一下事後 不知道無線可不可以幫她呢? 不如一起娛樂試試 其實小熊姐在台上都說了很多說話 她說其實這個28年來 她曾經試過很紅 亦都試過完全跌入足底 想過要自殺 幸好身邊有一班朋友不斷支持她 但因為這樣都令到她的身體病了很多 她說自己拍生氣的時候不吃東西 所以有胃病 所以整天都要吃胃藥 由於她又瘦得很厲害 醫生就怕她的心臟負荷不到 所以現在還要吃心臟病的藥 不過她說最頑皮的就是她拍生氣的時候 什麼都忘記 又忘記吃藥 所以搞到自己的身體非常之差 所以在這個頒獎台上 大家都會看到小熊姐真的收了很多 說到小熊姐究竟最近在看什麼 當然是幫TVB拍《根國蕭雄2》 這套電視劇集又是由李天勝負責監製 其實李天勝這麼多年來都很喜歡做小熊姐 因為她覺得無論給她什麼角色 她都演繹得非常之好 小熊姐也在慶功應上非常感謝駱小姐 駱小姐跟她說 其實你演戲演得這麼好 不如你回來演電視劇集 你的形象很入屋 你一定會成功 所以她說她自己都很希望可以成為這個事後 說到這裡 其實李天勝都說 今次《根國蕭雄2》 特別加戲給阿韋英雄 她跟黎耀祥之間會有很多對手戲 希望她真的可以順順利利成為這個事後 鄧瑞文又怎樣呢? 原本根國蕭雄2這套電視劇集 打算是有34集 大家想著在拍《一》的時候 大家這麼開心 還沒收回舊價 所以黎耀祥和鄧瑞文 都收回大概15000至20000元一集左右的價錢 但由於鄧瑞文成為這個事後 她在簽約之前跟TVB說 既然我現在是時候了 不如我要加我的片酬 一加就加到3萬元一集 即是整個預算是多了一倍 然後搞到劇組根本就開不了工 雖然之前做了這個記者招待會 現在是正在開工 但仍未見到鄧瑞文的出現 因為還在拉腳這個價錢 唯有可以怎樣做呢? 預算超支就絕對不會開拍的無線 所以令監製李添聖 趕快把鄧瑞文有7集的戲份 剪掉了她 剪掉了7集之後 錢又可以縮 令到預算不會太超支 大家在想剪掉了7集 那誰做呢? 現在就可以順理成章 給了小紅姐 令到小紅姐今年 絕大機會成為這個時候 想不到小紅姐一成為這個影后之後 可以幫到無線 令到根國僑雄二可以成功拍攝下去 我也覺得如果小紅姐今年 繼續努力成為了時候 應該她會更加開心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八轉公頭 八轉公頭的題目想問你 你覺得小紅姐有沒有資格做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 去到我們八轉娛樂的網站 Click入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朱光小姐加拿大賽區選拔賽 還有幾天截止報名 大家可以上網到 www.wowweb.tv下載表格 又或者去到 WOWTV的電視大樓 快度、Digisale各分店 Amour和美娜 都可以獲得這個報名表格 今次的朱光小姐比賽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佳麗一入圍 已經有機會可以得到 曾志偉給你的電影合約一份 又或者周秀蘭的經理人 會簽約 將你成為新一代的Langmo 所以大家如果有星夢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到最後了